岳章是一位默默无名的音乐家 他住在一栋租来的老旧公寓里 每天晚上 他都会在房间里练习他的小提琴 继续有一天能够发光发热 但是 有天晚上 正当他开始平日的练习时 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声音似乎来自他的小提琴里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耳语 岳章停止了演奏 却发现小提琴仍然持续发出声响 当他仔细地看住小提琴时 他发现小提琴的琴身上 出现了一排用指甲刻出来的字 从那时起 奇怪的事情就不断发生 每当岳章练习演奏时 他都能听到那个奇怪的耳语声 时而大声时而小声 岳章开始感到害怕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到底该如何停止这一切 有一天 岳章回到公寓准备上楼时 无意间在公寓的楼梯地下室里 发现了一个老旧的储藏室 被大火熏黑的墙壁诉说着当时的惨犯 当他走进去时 他在墙角发现一只老旧的小提琴 最让他震惊的是 小提琴旁有一具焦黑的尸体 尸体看起来已经腐烂了许久 但是他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好像在看着岳章 岳章非常害怕 他转身立刻想要离开这个储藏室 但是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谢谢你 欲照 而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奇怪的耳语声 当岳章回头看时 他发现尸体已经坐起来了 尸体的头转向岳章 他的眼睛看住岳章 嘴里说住 谢谢你 欲照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演奏了